唉,我純粹想逛博物館行不行 倫敦就一流了,你說博物館 不要提這些,我們這些自己知道就好了 香港科學博物館,不是科學館 我記得我只是中學的時候,二十多年前 科學館其實那時候都挺過癮的 那時候好像有恐龍骨去展覽 有恐龍骨,但你講常設很多 他是介紹一些科學小知識是OK的 小知識,是啊,小時候他甚至有一個 就說香港人很少接觸汽車 但實際上那些汽車是怎樣做呢 他是隨便拿部車拆掉整個部件給你看他怎樣運動 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 科學館裏面,即是3cam 敗友齊 簡單來講就是 Physics,即是說力學的東西 我就是好像有什麼布朗原理 他的粒子怎樣對撞 他好像有一個模擬器 就是我們學這個布朗原理 這些東西 然後就 我只是買諾夫斯的粒子而已 布朗原理這些是很初級的 第一章類似是說這些東西 然後裡面有車 有4D 即是體驗館 這些東西 然後之後呢 你說 CAM CAM 有什麼東西 我又不太記得 但是拜託又有很多了 你說 飲食 金字塔 飲食金字塔 這些東西 大概是說這些東西 然後就 我記得他有一個很小的展覽館 他不知道給你體驗一下 做主播 是嗎 嗯 你說CAM 他不知道 收藏各種不同的元素 例如 實際上我們認知的 銅和 作為一個元素的銅 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給你看是很有趣的 類似是的 給一些小學生 給一些中學生去看 其實都幾有趣的 其實是刺激你對科學的興趣 但是呢 這個地理位置這麼好的科學館 現在呢 就要重置 就不是說取消是重置 現在搬去哪裡呢 搬去文化博物館 而文化博物館 就將會取消了 沙田文化博物館 就將會取消了 那那些展館的展品是怎樣的呢 就會四散 四散在不同的展館裡面 但是文化博物館取消 我記得以前我都 讀中四五文科的時候 都被老師帶過去 文化博物館 看一些中國傳統的東西 香港裡面藏起來的 晚清遺老的字畫 其實都很棒的 如果你看現在常設的展覽 我記得是兒童玩具博物館 最底層那裡 給小朋友看看 香港歷代的年輕人 玩什麼玩具 有粵劇文物館 徐展堂 趙少昂 兒童探知館 兒童探知館裡面有個玩具館 金融館 即是這個叫什麼 超潮香港60plus 這個我沒有看過 你六個展館裡面 我看過五個 另外還有李小龍館 李小龍館是不是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見了 現在不見了 不是常設的 那個是跟那些 李小龍Fans Club那些人去合作的 我記得以前 歐錦棠就出席過展彩 原因是他是 我還不知他現在還是不是 我一層幾何時 他真的是李小龍Fans Club的會長來的 那倒是有些可惜的 因為其實李小龍館 他很簡單的簡介他一身 然後就講他香港裡面怎樣 因為後來這些東西 就搬到西灣河 他做過童星那些東西 以前那些什麼 炒事成績表話那些東西 都列出來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時候我年輕人 我給他看Youtube 看李小龍以前的東西 他很有興趣的 Be Water 你所謂的文化館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說要 裡面的那些展品要四散的話 我覺得多數都可能會散下去 探知館可能可以在科學館裡面重現 金融館這些東西 金融館藝術館 這些可以去到 尖沙咀海旁的藝術館 是不是藝術館 是不是藝術館 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上旁邊有個藝術館 他們重開的 之後重開的 是 起碼這三個常設館 就會去到藝術館 這個也是 粵劇文物館 也可以是 這個粵劇文物館 就去了詩柱中心 是的 戲曲中心 起碼你說 這三個裡面 都可以散發到 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的 這是什麼焦潮香港 我想都可能是藝術中心那邊 或者是歷史博物館 主要你要搬的 就是常設展覽那些東西 其他的流動 歸設性的 所以我想他已經想到了 文化這件事很抽象 但是他的主要就是這幾樣東西 他的主要就是這六個展覽 但是他現在取而代之的 那個就是國家歷史 國家發展什麼 什麼什麼 就是這樣說 國家發展成就館 昨天我們才說完 周庭看那些 是的 周庭看那些 現在不用邀請周庭上去 周庭看過什麼 現在香港所有朋友 香港所有人 都可以在這個紅磡這邊看到了 嗯 是不是很方便 他就是貪會方便 就是愛國這些東西 要大家很容易接觸到的 要很便利才行的 他現在就說選子在科學館的原子 就是因為貪會方便 就是大家不需要 山場水燕去看一些 即是觸動人心 這些外國的 這些偉大的國家發展史 這些東西 連肥子沒有計算到他 是在香港上市的 你說國家的成就多大 一定要便利 而且他說 尊管需要 國家發展成就館 要較大的空間 要走去不同的內容 要展現國家 國家的宏大的發展和成就 嘩 這麼多年 由49年到現在 七十多年 國家 這麼多成就 你要搬出來 你不要說一個科學館 整個尖沙咀都擺不完 國家的發展 發展的偉大歷史 是不是呀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國家歷史 當然是有偏頗 現在他說列出來的 主要就是會說 列強侵華 和奮勇抗戰的歷史 教大家怎樣仇愛 怎樣仇歐仇日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我經常都在說 你說抗戰歷史 究竟駐港英軍 或者加拿大衛隊 當年在黃黎沖 在黃黎沖 黃黎沖水塘那邊 對抗日本 會不會再說呢 這個你是說大陸的 其實他是說大陸 如果說大陸 那就是東江中隊的 大家就忘記了 當年東江中隊 怎樣在西貢那裏 搶一些漁民呀 在教堂裏面 殺神父那些故事的 說幾樣東西的 列強 剛才說這些 怎樣瓜分中國 怎樣在 二戰前夕那裏 將大陸的沿海城市 列強被瓜分 中共的發展史 新中國怎樣成立 國家改革開放 為什麼不說文革呢 因為又說文革 是一個艱苦探索 你說一下怎樣 艱苦探索 政治科學和經濟發展 又說國家安全 體育成就 科技發展 航天科技 又說什麼展示國家走向 繁榮昌盛的里程 要加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說這些東西 真是浪費 他說十分重視 紀念抗日戰爭的歷史 要讓公眾認識 抗戰歷史 這就是我們剛才一起說的 究竟是說香港的抗日歷史 還是大陸的抗日歷史 還有他說最主要是說內地以香港民眾攜手抗敵的歷史 內地和香港民眾有幾可攜手抗敵 其實如果你說二戰的時候 抗敵主要是英軍 甚至乎是加拿大軍 那如果你說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東江中隊 在烏膠藤附近活躍 所以就是一個烏膠藤紀念碑 至於西貢方面 西貢的漁民爭到他們死的 如果你再說下去的話 我想這個都是公開資料來的 大家Google搜尋到 就是當年潘漢年 就是透過幫毛澤東 就將這個國民黨裡面的情報 就在這個西環的那邊 就是現在越海大廈我頭 聽說 就將當時叫岩井公館 就跟這個日軍聯絡 就將這些國民黨的部署 就全部公開了給日軍看 那這些算不算是共同奮鬥呢 其實簡單來說 現在搞一個這樣的展館 就叫做愛國教育基地 但是反過來一件事 你剛才就去問我一個問題 究竟哪一場戰鬥是中港人民一起做的 我就列舉當年的共產黨就是做這些事情 究竟你會不會展出來呢 你會不會展出潘漢年日記出來呢 他就說你遠對抗了 又說什麼歷史虛無主義的 又說這些廢話了 那就是講一些虛構的歷史故事 還有剛才我講的東江中隊那些事情 根據維基的說法 就是大家是可以在這個香港天主教 總談到哪裏 我不太記得了 總之中環局那一頭是可以找到這些紀錄的 究竟博物館夠不夠膽問 問周志仁 書記主教去拿回這些紀錄出來 讓大家懺悔呢 唉這些真是的 你會不會講呢 你不會講的 就是講你自己一心想著 剪輯過來的歷史 嗯 那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你說多麼方便也好 其實就好像現在的區議會選舉 多麼方便也好